好事先打先送断中比后面送的 您现在看到的比赛来自2023年 丘宁枸杞飞一带一路 四国男子篮球俱乐部邀请赛 好我们回到第二节的比赛中 看有人问杨文学呢 杨文学他现在还在打NBL 杨文学赛季关键阶段 他应该是下半年的时候 才会出现在野球场上 而且我们这个是俱乐部比赛 晓星星达作为NBL强劲的一支强队 需要打NBL的比赛 杨文学在西级线吗 不好意思啊那是我的信息 没有跟上杨文学在西级线 那是西级的和美上镇的比赛 17号幻规 这个是俱乐部的比赛 你现在看到的是 来自韩国的泉州队 对战来自萨尔维亚的里佛斯俱乐部 第一节的调整 我看到塞尔维亚的教练 在场边双手抱头啊 显得对于 他对于球队的状态非常的懊恼啊 非常的着急啊 虽然他们第一节的坚固状态不好 但只落后9分啊 一切只有可能 需要更多的调整自己的耐心啊 这样的三分球出手确实不应该啊 你又做更多的手地手的掩护 而不是做这样无谓的三分球出手 这球吹 这球吹俊勇船就有点随意了 一个背后传球 漫步进行前场多打扫 这球可以投啊 为什么要调整一下 教练很着急啊 教练还在双手抱头 我自己的耐心找到了机会 看到有球迷问门票多少钱 那十块钱一张啊 明天还有一天的比赛 包括现在也是可以进场的 欢迎 站住 欢迎直播间的球迷啊 闲了可以来我们的体育场看比赛啊 我们在中宁几乡体育馆 刚刚这个球也是身体上的接触啊 我加上地板打滑呀 导致自己这些侧翻水 今天我们看到主板方这边地板确实有点滑呀 包括我在深圳的上一场比赛中出现了几次失误 也是因为地板的打滑 所以希望球迷们的比赛球员们的比赛进行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给一号李秀玄给崔俊勇这球磕磕慢慢 上空篮的机会不上都要穿在投三分球呀 崔俊勇啊 面前大大的空篮选择将球分出来投三分球啊 还好队友这球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小打大塞尔维亚那边 在身体上找到对抗 塞尔维亚队也是痴迷于三分 不好意思 韩国队也是痴迷于三分球啊 有点让我们想起来了 就是当时那支双方请求华人 分别爱打跑轰的火箭队啊 也是大家的 也是大家的记忆中啊 最好的一支火箭队啊 对球迷问国家队打了 没有国家队啊 国家队在菲律宾马尼拉打世界杯啊 在塞尔维亚跟塞尔维亚的比赛中坐牢现在 非常难受 这球投一个三不战呀 前场五打五打三的机会啊 还是许秀 许秀 不好意思 许秀 谁能许秀了 许秀是英雄联盾的选手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许秀啊 许秀呢 又一击三分球啊 许秀今天已经杀疯了 赛尔维亚这边还是要找犯规啊 不断的冲击篮筐 至少你冲击篮筐的命中率比投三分球的命中率是要高的 赛尔维亚中做了太多的无谓的三分队投射了 国家队的球没法看 没事打赛尔维亚输得少上赢 输得少上赢 真的说输得少上赢 希望打男苏丹和打布多利格能好好努力吧 我们也希望进攻端稍微好看一点吧 这第二节快打完了 得41分那确实打谁都赢不了 罗虎28分 我们的李凯尔啊 今天被限制了 很难受啊 不难受了还是回到比赛这边吧 世界杯简然不同的是这边是这边的塞尔维亚俱乐部啊 李佛斯俱乐部啊 在第二阶上来 还是在进攻端有些紧张呀 分差也被拉克到了12分 这边守一个全场领防 守全场领防对于 俱乐部的战术执行能力确实是非常的要求非常的高呀 水熊 这边来一个机体传球 赛尔维亚的防守啊 赛尔维亚的防守这个球在防什么呀 三名球员之间往上铺一个上线球员 直接放空了韩国队的球员直接空切啊 这球防守出现极大的问题 自己的替补其实都很懊恼啊 非常伤势起的球员 但是马上回头来了一个圈阳探射宝 速度比较快啊 这边赛尔维亚的41号球员 我看叫伍克克涅 这个伍克涅我有印象 他的全名非常难读 我来读一下 伍克克涅折维棋啊还好 谢谢啊还好 肯定也是我已经读习惯了 水熊 韩国国手 打节奏上的变化分给底角的中头 看到韩国队的打法 不进三秒区 能不进三秒区就不进三秒区 伍克克涅折维棋啊 哇 在进去里脚的仍要马翻啊 自己也飞了出去 韩国赛尔维亚里面球员运点 好 着急了 为什么要不抢呢这个球 应该落魏啊 落魏防守是最重要的 冲场的话 给后场会有很多的机会啊 再来一个三分球 韩国队的三分球 比赛可以输 但是三分球 绝对不能不投 我能投多少三分球 就投多少三分球 我看到有人问 都是赛尔维亚的什么不一样的 我 我们也希望 国家队的比赛能尽快结束吧 我现在国家队的比赛 就是折磨自己折磨球迷 对 许雄控制节奏 这球走步了 翻满 翻满 吹着翻满 韵开心了 这球掩护挂完以后 面对大哥球员 想要来一个快速的节奏调整 球越飞了 现在国心蓝连对于类似的 维利啊 抓得非常严 走步呀 翻满呀 两次运球啊 这样的小失误呀 抓得非常的严 但是这样的比赛在野球场里面非常多啊 像我们这样正规的俱乐部比赛 这样的失误应该是相对来说较少的 这边拉开侧位打一个靠着升高的优势啊 没有 哎 想要梦幻脚步啊 这球出现了犯规啊 17号那边全阵犯很无奈啊 他觉得这球是一个好切球 这边塞尔亚的球员 哪一个梦幻脚步 这球我觉得是个好球 某个人觉得是个好球 我太辛苦了 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 没事没事也是 感谢感谢球迷们 能在看世界杯的智鱼 还来我们这边看比赛 也是希望 希望看世界杯的球迷不要再被国家队折磨了啊 来我们直播间看稍微好受一些 韩国队下起了三分雨确实 韩国队 其实今天的三分球已经比昨天投了要稍微差一些了 昨天韩国队三分球 上半场啊投了是非常的精准啊 但是也像我们说的韩国队这样 完全依靠三分线手感的球队啊 如果一旦状态不好像今天状态一般的情况下 他们的分叉拉的还是没有那么的开啊 但是一旦状态火热他们就势不可挡 啊做了很多底线穿插的无数跑动 第一步过到一个 飞升的抛头呀 没有站立一个抛头 一段着急 萨维亚这边还是回过来一个三分球 萨维亚队的手感回暖了 连续两次得分啊 韩国这边 韩国这边进攻端啊有点 遇到障碍了 人家回到个位数 韩国这马上就要暂停啊 非常着急啊 韩国这教练非常谨慎 现在 第二节的比赛还有四分五十六秒 什么得分都是 非常低啊 手感不太好 两支球队也是 打得非常拼命啊 没有人想做一个两连败的球队 两支球队昨天都是输球了 没有人想做一个一上来就两连败的球队啊 也不好看 我这边又是非常积极的再去看一下世界杯的比分 哇哦 四七分 哈哈哈 难以启使啊 四七分 三杰德四七分 不错 打得很好 继续努力 这边比赛再次回来 韩国队这边调整他们确实真的是我个人认为啊过度痴迷于三分球了真的是过度痴迷于三分球了 来自韩国的全州全州全州就斯全州KCC就斯顿队他们在2020-213系还拿过KBL联赛的常规赛的第一名啊 包括这一次比赛他们也是在季后赛闯入了四强 包括韩国KBL其实大家熟知的一支球队就是安阳安阳阶级阶阶队 安阳阶队非常有名前段时间也是跟深圳进行了一次热身赛 这边还是三分球这球可以吹三加一了 其实吹严厉一点的话 韩国队的三分球啊回来叫了战绩以后回来迅速调整状态啊 里面萨维亚还是想找身体上面的优势啊最近有 5号位的球员啊运球过前场 一切的球权还是往三分下面面走这边 两边有点挤了这边两个队友之间 简单的一个担当掩护还是三分球啊 这球赛尔压球员争抢篮板球的时候犯规啊 各种我看到韩国队各种战术都是三分球啊 无球掩护三分 无球掩护跑动接球是三分球 还有手里手传球掩护三分球 底线的穿插的跑位三分球 包将的担当掩护的三分球 然后给许琼说里面的话许琼就是运球调整节奏 干拔三分球 一切的进攻都是三分球啊 而且人人都能投三分球 这球也是一个无球掩护的一个 反跑的一个接球 这球手上有动作啊 二斤号的吕俊亨 强硬啊这球 球无效 垂直走步 这球垂直走步 这球中间起跳的赛尔压球员 我们看到第一下是没有碰到球的 这球 这球 李俊亨想靠住赛尔维亚球员 做一个身体上的接触 投篮 但是就是赛尔压球员很聪明啊 他们撤了一下 让李俊亨的身体失衡 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进攻 这边赛尔维亚球员 李三分键一步远的三分球啊 太过于伤心自己的手感了 韩国队这边还是快速转换 随着有 给这边的全聚前 三一号球员 现在更多的是给李俊亨这边 给他拉开一侧低位打啊 哇 崔俊勇 今天手感非常不好啊 打得也着急啊 崔俊勇 昨天他的手感非常出色啊 三分球 这球走步了 这球走步了 这球 韩国球员也在失业啊 才反而没有吹啊 是有一个偷一步的嫌疑 赛尔维亚球员漂亮的转身啊 分球 这边打得非常耐心啊 这球传多了 传得太耐心了 24秒 维利还是有一定的空档啊 还是没有枪枪的球 拿起来再一次上篮 赛尔维亚 这一次24秒进攻非常非常耐心啊 甚至有点过于担心了 但是能阵球就是好球啊 他看到这球员很幽默啊 这球打得分还没过血糖糕呢 非常幽默啊 哇 精彩的传球 吕俊勇 吕俊勇过了一位球员 来一个不看人的手对手传球啊 非常精彩 吕俊勇 不要看他个子啊 两鱼蓝米左右 但是他的手上面的活还很细的 而且又有三分球 这球身体上面也不占任何的劣势 当然只是面对赛尔维亚队 昨天他被奥德亚队欺负的还是比较惨的 这球吕俊勇啊 刚刚夸完他 马上一个延误过头啊 延误到三分线外 延误的过大了 导致内线内线的球员错误变成小防大 有点失误还是手地手 现在打的是手地手的上球 吕俊勇大打小啊 赛尔维亚的球员 甚至开始上升比较着急 这就永远是的 昨天没有这样的机会啊 面对身高 比自己矮这么多的 队员也是非常的开心啊 打的 昨天我也知道赛尔维亚的 李博斯俱乐部啊 他们的平均年龄 是本次参赛 球队中最小的 平均年龄最小的 他们也是当地的 一些年轻人组成的俱乐部 我们看到 可以看到场上球员的 看面想这样不太好 但是看面想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非常年轻啊 年轻的白人小伙 也是有东欧球员的特点 这球发 发出来发平好 给底线三分球出手 韩国队的三分球啊 无法限制啊 第二阶手感还是不错啊 但是相比起第二阶开段 前半段 韩国队的三分球失手已经 减少很多了 这球 最近有 这球给的不好啊 给到了这手手里 但是 还是这边赛尔维亚的反击 想来个空中接力 这球没上进啊 非常的伤势啊 空拦呀 韩国队的球员 也是跟赛尔维亚队这边 有一个交流啊 韩国队这边实际上全球犯 又是投进一个转换三分球啊 现在转换三分球 非常的提振士气啊 韩国队这边这球投完 应该是42分了吧 分比加上 对 分差来到15分啊 赛尔维亚队这边 还是老问题啊 进攻端没有办法 防守端也防不出去 分差也被拉开了 十三分的分差 看到三十一号李正玉 身体第二阶后半段许容都没有上场啊 我看到 这球漂亮的一个掩护 无球掩护跑 跑到后侧的一个三分球没进 可惜 这球 赛尔维亚队推反击 一直在靠住韩国队的身体啊 这球很强硬 这球赛尔维亚队的 我看这是 赛尔维亚队的二号球员 柏格丹布 柏格丹布嘛 我看他的全名叫什么 赛尔维亚队二号球员 柏格丹布拉哥耶维棋啊 跟现在在世界杯场上的 柏格丹诺维棋 差不了几个字啊 柏格丹耶拉布格维棋 这球打得非常聪明 从过了半场开始 一直靠着韩国队的防守队员啊 从中场线靠到篮下 最后最后打成了一次二加一 利用自己身体上面的优势 我看到第二阶比赛还是有三十秒钟的时间 赛尔维亚队第二阶的手感有些回暖啊 第二阶得了二十分了 这球罚禁就是没有罚禁可惜 这球罚禁为赛尔维亚全世界 这球韩国队的救球出界了 三一号李正玉 还是要打一个三分线外的进攻 这球罚打得耐心一点啊 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 最近最近有一个脑后长眼似的传球 这有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啊 又是一阶三分球 这球传得非常血液啊 一个背后传球 不能说背后传球 一个脑后长眼似的传球 精彩的湖篮 赛尔维亚队这边迅速给出回忆 离三分线外 两到三不远的聚了一阶 超远三分球啊 把分差追到了十分 那么三分下面才结束 赛尔维亚的李博斯俱乐部 以三十四比四十四 落后于汉国的群中 PTC宗斯顿俱乐部啊 十分的分差啊 第二阶赛尔维亚队的调整能力啊 也是比较到位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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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